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前門普台 我是Sammy Lee 今天是訪問我們臺灣的 在日本的僑民 楊忠健先生 楊先生實在很客氣 我跟他約了到攝影棚的時候 他打電話跟我說 說我在那個會場上這樣說 會不會很難洗 就很突兀說我有一個場地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一副熱忱 我跟你講各位鄉親各位朋友 在日本住久以後 他們第一習慣不打擾人家 不給人家麻煩 這是他們的基本的國民的個性 都很有禮貌 但是在我們住美國的 習慣加州那個陽光 我們都很open的 哇這讚啊 上來上來講給大家聽 今天我們這個態度 美國跟日本真的差很多 那楊先生這次真的是 很有學問很有知識 他又很謙虛 非常humble 來跟大家講一下 他對於教育的一些看法 楊先生 大家好 請 來 請你談談 再繼續聊一下教育好不好 我所知道的日本 在中戰後 很像有很多軍官 到皇宮面前欺負 但我不是要鼓勵這個 我們說感念日本人的一種 對社會的一種精神 那現在我們台灣人 我們被國民黨教育 本來的日本人 在明治維新 在台灣日本時代的時候 培養出很多精英啦 被國民黨殺了殺了 嚇得嚇得都不敢說話嘛 但我從我父母身上 學習到日本的精神 那真的是你剛剛講的 整潔不給人家麻煩 提早到 走手勢敬業 這都是我從我爸爸媽媽身上 所學習到的 但是我的話 我國民黨教育的 看媽媽糊糊 看亂七八糟 也是我個人的缺點 那好 請你來講一下 你現在的教育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台灣人 假如是說到你那邊學習的話 第一個你的師資啊 各方面你有什麼一下概念 你說台灣要證明嘛 東澳嘛 為了東澳 我們要從教育開始 那時間也不多了 2020年內 現在你的2018年 是是 恰文 你打算怎麼做 現在就是說 我們用這個問題的部分 這樣讓大家知道 我們台灣有一個 在日本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可以來培養我們的年輕人 當然這個培養年輕人 我對日本也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 跟錢沒有關係 就是說我今天用這個 不是要為利益作獲得 不是要賺錢 不是要賺錢 說有奉獻 就是說 最基本的說 交通費主力 這些的主力 大的免費 要以公代數 所謂以公代數就是說 我們去 把我們的三塊錢的 給日本的 給我們台灣的機子 來機場 來這裡跟他們做 Blandia 就是做乳缸 是 跟他們的生理無關 日本人一定會很歡迎 我們就大家借好請的 我們的利益方面做得好 叫修法 來在他們的機場 跟他們做 到三天 到三行李也好 跟人家挨招一下也好 這種的 如果在機場裡面 是不是可以 提高我們台灣人的地名度 因為一間機場 那麼一人 世界各國都會來 是 我住在那個地方 跟機場 剛才15分 我就知道 他知道你們過來 不然之後 我再帶你們回來 下班 我再寬便當 來那給你們吃 了解 對不對 那時候 我們是不是很溫暖 你做自治共的崇拾 就把台灣名字送出去了 你在做濟缸的時候 那個濟缸裡面 我們還寫一個Blandia 就是我做濟缸 我告訴你日本人為了要欲援 讓你日本220年 世界運動會 讓他發電 我們願意台灣人 這些年輕人來這裡做你的儀缸 是不是 那個店裡都出來了 陳柏 我認同你看 因為我看過日本有一個節目 NHK 他們專門到機場去訪問老外說 你為什麼要來日本玩 對 說不定這樣台灣名字打出去以後 日本電視台也會來啊 你想要怎麼做自購 然後又看到台灣兩個字 是啊 我同意 我同意 所以我同意說 譬如說 這款的 別說只有日本 連美國NHK都幫你補 這是不是世界上來的地面多 這個比花錢做廣告還好有用啊 所以我 我就說 以我過去對日本這樣 就是一四個招套討料 我就可以去改變它 反應它 你說價錢不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是啊 完全沒有關係 做得起來嗎 做得起來 做得起來 但是呢 就是說要這些人 和這些心 是 就要有共同那個共識的教育 是 讓他們知道說 台灣人團結得重要 要用什麼方法來團結 團結對我們台灣有什麼好處 我說 這個機會如果不好 我告訴你 兩三年過 後面我們台灣人真的 大家不知道要怎麼 包括我如果翁先生之後 就要把他放下去 拜託 你長壽 你長壽 這是 你是好人 因為你也是慈濟志工 對不對 這個不要講 慈濟這個等一下 我叫 五四三二 你是好人 我知道你做很多善事 在日本你布施很多 對啦 你是好人 所以你放心 你長壽 沒有啦 我是說 當然做好事 這個不是說 我們要這個名字 這是 我印象中 雄雲 實際的上人 曾經講過一句話 對 對 對的事情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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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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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果有熱 我們的熱 就有熱 對 所以說我是 最終他們教育子 我願意來為 我們台灣 做一些有意義的工作 嗯 了解 你這樣講 我完全同意你的做法 嗯 這個叫做 小成本大廣告 利用這種自工方式 在機場去做服務 這個要跟機場聯絡 獲得他們允許嗎 不用 因為我們八星青 我們不讓他有生理的 我們就不用 我們就在八星青的走來走去就好了 就這樣走來走去就好了 我們那個感覺就不一樣了 因為我又不跟你應用你做生理 又不應用到你的交通 我只希望說 可以讓我們日本的這個 2020年的社群 可以讓他發揚光大 不要忘了我們台灣 但是你人多的話 那邊警察局或是保安 不會覺得我們在偶爾四年 怎麼賴路都這樣 我們也不用這種人 我們就去的時候就這樣有一倍 因為他那裡有三位嘛 他的機場裡面有 第一行站 第二行站 第三行站 你如果說每一個行站 都差不多不用一個人 差不多10個12個就好了 這樣走來走去 等那邊 人如果要到三天的 我們就跟他到三天 我們如果行李就撒不去 我們就跟他到三 是 反正我就是說 有時候有需要 我們可以做二天的工作 我們就過去跟他到三天 把我們台灣的這個三千里 就走來走去 因為我們後面有寫了一個 布蘭蒂 要幫忙需要幫忙的人 對 台灣史密歐吉桑 在東京 他也做很多這些事情嘛 的確對台灣的這種民族意識 幫忙非常大 也改了很多人的想法 最近在那個TED EX Taipei 有個演講 其實是航太博士 他就全程用台灣話 來做科技的演講 這個人就是到日本去 然後看了史密歐吉桑的著作以後 想法就被影響到說 原來台灣那麼偉大 所以我相信你那個做法 也會影響到下一代的台灣人 你是個Milestone 一個里程碑 沒有啦 這麼厲害 你有沒有打算哪時候開始做 我昨天是聽你在上台有講 你有沒有想說 當時開始Action來做 隨時我們就能開始 只不過我們現在開始補出 有萬年年輕人 希望你能夠來我們這裡補名 我們就能慢慢地 掛出這個共識 能夠結合這個人用 我們就能做 只不過就是說 我們要去進行 我們要這個遊戲規則 大家要確定 清楚 差不多什麼時間 要做什麼工作 可能在那個中間 我們為什麼要有 一小小的文献的博文 就是 還有年紀限制嗎 沒有 不需要年紀限制 但是重點就是說 一定要有那個心跟台灣精神的人 台灣心跟台灣精神 對對對 台灣心跟台灣精神 對 台灣人的心就是要有這個 剩下的 這是我們的基本 因為在日本 三億一大堂的心 全世界幫忙 日本人最大的 就是我們台灣人 對 所以我們台灣 我們如果在那裡用 我們要怎麼給他們了解說 當然我們唯一可能有的不通 但是我們有一個小冊子 做一個小冊子 如果需要你說 台灣今天如果沒有來獨立 但是我們本身沒有生為一個國家 將來如果有大陸客過 對日本有好處 沒有嘛 對 這樣是我們簡單的一個小冊子 這個給日本人看就好了 我們台灣人本身 他目前來說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 都自由的 我是台灣人 對 問題在哪裡 問題就是說 一路走來 我們大家有那個心 但是沒有那個共同的認知力 嗯 嗯 不知道說我現在是要對什麼人走 才是政客 是 是 你看有很多一些政客 有些極得利益的人 過去這樣對他在衝 對他在發 對他在走 結果他為了他個人的利益 他就把我們放掉了 變了 變了 換了位置換好 是啊 所以說我們要知道說 今天我們要參與這種事 我們要付出時間 付出精神 甚至要付出生命和解家 這個觀念 你看 不是沒有 有很多的人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 認同我們自己台灣好 我說 我說一個笑話給他告訴我 我們台灣 去由中國的一個科 跟我們說 台灣的土地像八毛巿這樣 他說 我們台灣 situação 我們台灣的土地 注重我們台灣的這些資金 掛出你的情況多少 台灣今天又是好洗好洗 中戰後國民黨把那個米跟糖 都拿去中國變賣 變成台灣本來米跟鹽都很 糖那些都很多的 結果變成要佩錢 不夠 就被中國國民黨拿去中國賣掉了 對啊 你講的有道理 還有一項 我說這九條是什麼原因你知道嗎 你看我們台灣 如果這裡會死廟 這裡有很多中國信用的市廟 我們今天不可以說市廟不好 信不好 但是你看市廟裡面參加 市廟在外面的人 有的恰靈 恰風 藏車到補賓 賈粉 你說真正好的心名 還會來保有這種人 對啊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觀念 一個重點的觀念 我直接用這個計劃我講 你要告訴觀眾說嗎 好 我現在有一個很好的觀念 我就是要帶台灣裡面 找出我們台灣的品質 要帶日本建立一個 就是說我們傳統的台灣人裡面 有一群完全品質很好 不一樣的台灣人 這樣才有辦法在日本騎 今天日本人是什麼 日本人第一個看我們台灣人去 外國人去 他是用排斥的心理對定 感覺說你是要來看日本做什麼 你影響給日本嗎 這是他們日本人第一個 第二個他是觀察 你看看你到底是在做什麼 第三 他如果一段時間後 人動你 你在說什麼 他後面就都配合你 他就都教你的意思做 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 我們一定要清楚 所以說像我 今天我在日本買一大片的桌 一兩千片的桌 我買一大片的桌 我買一大片的桌 日本的不懂什麼 日本那些人覺得很奇怪 你是一個外國人 你來日本買那麼多桌 你是要創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把它掛一個看板出來 日本國際人文的教育動心 對不對 讓他們覺得 啊 我就是純粹要以教育 做 要提供這個地方的利用的計程 所以日本人是敏感 他們戰後後的心 他們是開懷疑心 他們情保護他們 但是呢 日本人有一個問題 他們是內心 是苦冬到消磨 跟虛味到不爛 所以 唯粹由日本人一年 煮什麼 要接近五萬人 所以 我們外表看得很好 其實他在內心很幸福 我們台灣人算很幸福 台灣人幸福中 但是沒有好啊 他平息 所以我就說 這個夠用 就是這樣夠用 了解 這樣講起來 假如是做成的話 台灣人在日本的印象 也會更加深 但我知道日本人 對台灣了解的年輕人很少 中年以上比較有一點概念 但是年輕的日本人 對台灣也只是吃喝玩樂的地方 他不知道台灣的重要性 對日本多麼重要 他們可能不太了解 所以你那個訓練營 有沒有請日本的年輕人 一起來 到底來過 有這個想法嗎 現在這樣 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那個生活營 在那個地方穩足的時候 當然 當然 我以人際關係的部分 我會教他們做互動 我會教他們那些學校做互動 教他們那些年輕的學生做互動 比如說 我們在那個地方 我們這些年輕人 大家做會 當然 可以自從我們台灣的特色 比如說台灣的特色的東西 我們這些年輕人 我們的料理 邀請他們來共同 來做Camping 來做一個生活營 來參加 利用這個機會 讓年輕人和年輕人 有做一個關係的高昂 這不是不可能 這有可能 只不過每一個人就是 你如果有笑容 你如果有生意 跟人家做會 我相信 這個努力會越嚇越看 絕對不能說有輸他們的目的 我就是要做什麼 我就是要做什麼 所以我就是說 我今天要做這個事情 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 利用的事情 絕對要說清楚 了解 好 各位鄉親友朋友 我們聽了楊先生 跟我們講述他的理想以後 我相信以他的個性 以他的決心 以及他對台灣的愛心 我相信他絕對做得到 等那天他開始做的時候 嘿 台灣的年輕人 台灣的中老年人 你們真的是可以到那邊去 了解另外一個國家 他的文化 他的想法 如何把台灣的名字 在東京奧運前 能夠顯現出來 或把台灣人的心 台灣人的服務 台灣人真正的精神 在日本發揚 我相信對台日關係 這方面一定 很有大的貢獻 今天謝謝楊先生 他到我們棚內 來跟我們講的這些 以後呢 他回台灣的時候呢 我們會請他 來跟我們聊聊 日本的文化啦 教育啦 甚至政治啦 因為他是日本通啦 他這個 在日本念這個觀光的 然後在日本 住了那麼多年 我相信他給我們 大概另外一個屬於 美國以外的日本 一些文化藝術等等 以後我們請他有空 神拜 以後有他們拜託 是 感謝今天 你來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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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